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区还没有跃进的玩家也不必太担心 张辽的普攻 龙魂技 一火 三火和五火技能全都会因为羁绊而有所不同 这也是为何我们今天只能先讲一个羁绊的原因 SP张辽的普攻会对单体造成伤害 同时会获得一点龙魂值 并未自身叠加一层不可驱散 且会持续至战斗结束的奔狼 每层奔狼会提升张辽40%攻击力和30%怒攻最终伤害 并使张辽减少受到的40%反弹伤害 这是个非常高的增伤 而且奔狼还是可以叠加的 但作为代价 张辽的防御也会被减少20% 张辽的怒攻会对一列造成伤害 驱散一个增益 并偷取敌方10%伤害结果提升 偷回来的伤害结果提升可持续二回合 最多可叠加三层 张辽的怒攻还会有一个第二段的伤害 对前排五将造成怒攻总伤害20%的真实伤害 张辽的怒攻也会为自己叠奔狼 而且还是一次就叠两层 若奔狼叠加至三层以上 张辽就会为几方全体五将施加天效 持续二回合 最多叠加两层 基本上张辽一个普攻 一个怒攻就可以完成叠加三层奔狼 并释放天效 天效会使几方五将受到的暴击伤害降低50% 并且效果对卫国武将还会翻倍 这是SP张辽能给队伍添加的第一个强大的保护技能 张辽所提供的暴伤减免甚至超过了余进和高顺的 这也间接地让余进和越进一起下课去了 要知道 这可是由一名输出型的武将所提供的全队增益 上一个自己能输出又能给队伍保护的武将叫SP赵云 也因为这样的缘故 SP赵云几乎什么队伍都能进 也在场上存活了很久 SP张辽的特性也是如此 然后也不小心地取代了SP赵云在PVP的位置 又让一位武将下课了 SP张辽的龙魂技会攻击全体 并再次为我方全体添加一层天效 释放完龙魂技后 SP张辽就会进入无法受到技能伤害的伏击状态 伏击状态无法驱散 只有在回合结束时 其他队友都阵亡后 张辽才会退出伏击状态 这是前身隐匿的超强进化版 张辽进入伏击的时间会比隐匿更早 而且在进入伏击后 更是可以完全免疫 不受到任何伤害 这次就连神兵和灵宠都无法对张辽造成伤害 几乎是完全处于无敌状态的 只有在一种情况下 张辽在进入伏击后还会受到伤害 那就是在他进入伏击前 先为他添加灼烧或中毒等 可持续造成伤害的状态 因为这些状态是在张辽进入伏击前就有的 所以即使张辽进入伏击后 也无法免疫这些伤害 SP张辽在进入伏击状态后 就无法再释放普攻 也就是说张辽在进入伏击状态后 就无法再透过普攻来获取龙魂值和叠加奔狼状态 并且怒攻的效果也会跟着改变 原来对前排造成的额外真伤 也会改成对后排造成额外真伤 而且造成的怒攻真伤 也从20%提升到了40% 另外 怒攻会为自身添加两层奔狼的效果也同样被拿掉了 这么一来 SP张辽在进入伏击后 奔狼的层数就不会再增加 SP张辽在退出伏击时 还会额外对敌方一裂造成120%攻击力的真实伤害 这个基本上只属于是垂死挣扎 但你也不能说它没有用 有时就是这么一下 就让你先打死了对面已经现行的SP张辽 反正谁先被打出来 谁就得多挨一下打 接着是SP张辽重要的一伙效果 SP张辽会在几方五将单次攻击造成 或被造成超过生命20%的伤害时 立刻获得500点怒气 这个回怒技能和SP吕布的有点类似 不管是几方还是敌方都可以触发 另外 几方五将在击碎敌方护盾时 张辽也会获得500点怒气 虽然SP张辽恢复的怒气没有 SP吕布那么高 但它胜在发动频率高 回怒的效果 在张辽进入伏击前 每回合只能发动8次 但在进入伏击后 就不会再有触发次数上限 也就是说 在其他人无法对它造成伤害的情况下 张辽还有很多手段可以回怒 来对敌方一列发动攻击 如果你的张辽输出够高 一个怒攻就能造成对面两人都损失超过20%以上的生命 那么你马上又可以获得1000点怒气 再次发动怒攻 一次能毁掉两个护盾也是同理 基本上张辽是自带了个回怒系统 而且也不需要依靠击退武将就能获得怒气 张辽可以自给自足 也可以依靠队友被打来获得怒气 回怒的手段非常多 三伙被动 SP张辽在进入伏击状态后 会获得200%的最终命中率 并且在对敌方后排造成伤害时 无视防御会提升40% 并且还可以无视护盾 直接对敌方造成伤害 张辽名义上是个一列输出 但其实他在打后排的能力 会比其他的一列武将更强 这招格山打牛 会让战后排的脆皮 承受比前排更多的伤害 听说鲁肃现在很受欢迎 你猜猜看张辽会不会也顺便让鲁肃下课了 虽然无视护盾会让张辽 少了一个可破盾回怒的能力 但能越过护盾 直接对敌方造成伤害的能力 还是会更重要 三火后 只要双方有任意武将被击退 张辽都可以获得一点龙魂值 最多触发三次 这是SP张辽在进入伏击状态后 唯一能获得龙魂值的方式了 无火被动 SP张辽的龙魂剂 最终伤害和最终暴击率会提升70% 并且自身每拥有一点龙魂值 几方全体武将造成 和受到的伤害结果减免都会提升4% 最多叠加9层 这里又一个可以给全体的增益 并且这次除了有减伤还有增伤 不仅如此 SP张辽在进入伏击状态后 几方全体武将造成的反弹伤害会降低200% 但格挡率也会提升20% 这是第三个SP张辽可以为我方全体添加的减伤效果 再来给大家复习一下什么是格挡率 格挡可以在我方每次受到非暴击伤害时 为我方扣除自身最大生命值成格挡率的伤害 20%的格挡率就意味着可以挡掉20%最大生命的伤害 格挡就连火烧之类的真伤也能挡掉 这是游戏目前最强的减伤技能 火烧队在没有孙策提供的可暴击灼烧前 恐怕也得遭殃 张飞给自身添加的格挡率最高也只有15%而已 而张辽一出手就可以让几方全体获得20%的格挡率 看得飞哥好羡慕 实际上格挡才是SP张辽最强的能力 这也是为何张辽一定要有无火的原因 有了这个全体格挡 你会经常看到很多伤害都只剩下一 这就是格挡的威力 只要你不暴击就几乎打不出什么伤害来 别忘了张辽的天效还提供了很高的暴伤减免 即使你打出了暴伤 伤害也还是得被削弱 SP张辽最强势的地方就在于 他能给队伍带来很高的减伤 同时又能躲在队友背后 丝毫无损地输出 你打不到他 只有他在打你 只要队友不死 他就永远不会现行 SP张辽不是你最坚强的后盾 他只是把你当盾用了 没有 SP张辽的队伍 在攻击端和防御端上都会处于非常的不利的状态 所以没有张辽的队伍被五火张辽越战几十亿 也只是家常便饭而已 另外 作为提升格挡所付出的代价 使我方全体五将造成的反弹伤害降低 这个非但不是个损失 反而还可能因此而因祸得福 让对手的陆鼠触发不了 仔细一看 张辽所做的其实全是五本生意 接着来看看 阅进羁绊为SP张辽提供的能力 首先是张辽的暴击率会提升25% 并且在开场就会吸收敌方攻击最高武将10%的最终攻击力 接下来就是重点了 张辽可以为全体队友降低70%的龙魂剂最终伤害 这里又是一个大减伤 我都开始怀疑张辽其实是个防御型武将了 并且羁绊这里也会再给张辽一个快速回怒的能力 只要SP张辽受到龙魂剂伤害 他就会马上回怒1000点 如果对面带了个雷云 郭家等 开场就可以释放龙魂剂的武将 那么张辽马上就能回满怒气 直接丢回给对面一个怒攻 是不是很方便 但作为代价 张辽受到龙魂剂的最终伤害会提升50% 张辽的奔狼会减少防御力 现在受到龙魂剂的伤害又会增加 这会不会让张辽很容易暴毙 其实完全不会 因为乐进羁绊给张辽的最后一个能力 就是让他免疫一次致命伤害 当张辽在受到超过自身当前生命值的伤害时 就会免疫伤害 驱散自身所有控制状态和海事状态 并立刻获得三点龙魂剂 这一系列的操作 就是要让张辽在受到致命伤害后 可以立即回满龙魂剂 释放龙魂剂 然后直接进入伏击状态 轻掉控制 就是要让张辽能释放龙魂剂 轻掉海事则是 不让张辽带着海事进入伏击状态 不然海事不死 山蒙不灭 这个循环就很难打掉了 什么防御降低 受到龙魂剂 伤害增加这些都是假的 张辽只要进入伏击状态后 就能免疫所有伤害 这些也就无所谓了 所以 SP张辽几乎是没有弱点的 想像以往一样 一波带走 不让他进入隐匿状态的做法 在SP张辽身上 已经行不通 他是一定会进入伏击状态的 最后来说说抽取建议 在这个版本没有SP张辽的玩家将会非常难过 作为第二代SP武将的张辽实力超班 没有张辽的玩家是绝对打不过有五火张辽的 所以张辽必抽 即使只有三火也比没有来得好 SP张辽上线后就会取代江天帝成为人手一只的武将 在接下来的几个版本里 也几乎是每一个一线队伍里都必须塞入张辽 印象中 SP张辽只在司马懿的版本里短暂地休息了一阵子 之后在SP关羽的版本又满血复活了 从这个版本开始 游戏就会进入一代版本一代神的局面 你得提前习惯 只要你不抽新的SP武将 在当前版本就一定打不过其他拥有新SP武将的玩家 你只能等版本过去 不过既然都说了是一代版本一代神 这个版本不玩就跳去下一个版本就行了 只要有陆服的资讯 我们还是比较容易玩的 好了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